抱歉啊 抱歉啊 這回票馬路 八名趴趴去囉 續集七點路開工 小姐 什麼 小姐 導演說就是他最最重點的 就是內褲 他不會剪掉 內褲對導演很重要 其實他很想看安心亞的內褲 被北村風情說 內褲有草莓味 安心亞露面還原十年前經過 來喔 我的臉都不要耶 我換啦 我就不要再換我了 十年前的電影也跟上 MeToo風潮了 電影阿嬤的夢中情人 導演北村風情 遭實習生指控 捲入性騷風波 女網友依依透過教授 蔡崇榮投書 指控當年實習時 遭導演北村風情 要求脫褲 脫絲襪姓騷 攝影師 周怡賢姓欽等等 更曬出他的報案單 已在15號 向兩人提出告訴 替身 欸 要不要那個內褲 他就 就 有點那個欺騙的感覺 是不行喔 就是 他自己來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 哎呀 我眼睛夜障中啊 讓網友忍不住 挖呀挖 挖出北村風情 當年還盛讚 安心亞的內褲 有草莓味 欸 不然因為我覺得 他本來就是一個 很愛開玩笑的導演 所以我都覺得 就是開玩笑 不會放在心上 當時會覺得 怪嗎 不會 你穿了 你穿了六七件內褲 六 六件 因為是要在藍正榮的身上 但是因為 走線的時候 我不能 不能一直踩藍正榮 就是 哥哥嘛 所以就是 還是需要一個人來踩 當下是因為我跟導演比較熟悉 然後我那個時候也 比較信任導演 所以我覺得他來讓我踩他的肩膀 導演說就是他 最重點的就是內褲 他不會剪掉 神影超過一天後 導演北村風情才在臉書發文道歉 沒想到讓剛入行的實習生 在測試與排練的時候 造成他情緒這麼不平靜 非常抱歉 周伊賢則曬出多張截圖 正明清白 他強調那晚確實和一一共度一晚 但那場親密關係未完成 強調四天後 女方還傳訊息說很欣賞他 目前相關案件也已轉交 新北地監署偵辦 近期將傳喚兩人導案說明 你搞得我好乱 大 你搞得我好蘸 你搞得我好乱